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甄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亦都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 我們就講一下英國的治安真是大大鑊 我們知道其實英國 又很特別 富人區就不代表治安是好的 相對好一點,但是有很多人 去那裏作案,所以就 小心點 說回來 這件事都令人很憤怒的 因為這次 是遇到 不幸事件的,當然這個不幸事件 不是 有什麼的做離世,是一位 失明的BBC記者 昨天深夜下班的時候 遭到歹徒 當街行劫 雖然他失明的,但他也感覺到 應該感覺到自己的iPhone被搶走的時候 他 都不是省油的燈 就立刻飛撲過去 還說 你選錯人選錯日子 老實說 這位哥哥就叫 Sean Dilley Dilley先生 我覺得這樣 Sean 小心點好 第一,因為你是失明人士 你看不到如果他在不知名方向 因為你看不見 用什麼工具 搞你一夜的話 可能你 會離世,所以 真是沒辦法 我們不說 你是不是有什麼 失不失明 正常人都是擔心的 是嗎 正常人 我們老祖宗的智慧告訴我們 一般來說 你給他就算了 是嗎 那 當然 他就是想 收工 因為 是 回夜班 收工之後 在倫敦的街頭 就 他就 打算回家 想不到 結果有一名 是踩 單車的人 搶他的手機 說真的,他看不到 都看到 咦,拍一聲 喂,什麼事 這名 踩單車的人 拿他的手機 他 反應都很快 因為有些人士如果失去了某些功能 其他的手腳會快一點 他就立即 一撲撲 即是撲倒了一部單車 自己當然了 飛撲過去的時候 要少掛彩 只有一隻腳而已 只有一隻腳而已 整個人就押在 他們的大腿和手臂那裏 之後 還可以更生地 摸一部電話之後報警 都挺厲害 你看到這位 阿哥 雖然這位阿Sean 他是 失明人士 貌似也挺健碩的 貌似也挺健碩的 反應也挺快 是的 憑著自己的力量 就壓制了這些歹徒 亦都難掩自己 開心的心情 其實 我覺得真的不好 可能你這次遇到的人 他就比較弱 身體 或是沒那麼強壯 你之後那些 你怎知道是誰 Sean 就 好 激動地說 希望這位英俊 他真是英俊 重新考慮一下我的職業 很遺憾 你錯 是錯在 找錯人 以及錯的時間 找到我 Sean 天生 雙目已經是失明 之後 他就要靠 盜盲犬去幫他 他在Twitter 發文 都是 說了 今次 即是說這個 他都承認今次是個 他的原話 他說 這個是一次 很愚蠢的行為 後來他都覺得自己 不應該搶回他 因為他都說自己身上 留下了不少的 瘀傷 相當疼痛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任 這個就是 他為自己要搶回iPhone14付出的 代價 即是受傷 但是他亦都說 後來他可能都知道鏡子不應該這樣 他就說最好建議就是沒有 任何值錢的東西值得你冒險 他就說這個是他的本能 亦都說我已經 recover了 又不是很大件事的 傷勢 外傷 我也覺得真心地說 倫敦地方當然是 很多BNO人落腳的地方 因為他們 你知道以前有些人就說不怕的 犯罪率不關事 我們普通老百姓不關事 其實是好關事的 因為選住的地方 不少黃友KOL 他們都會看這個crime rate crime rate 即是犯罪率 我們看一看 最新的數據 大家如果住在倫敦 都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全倫敦最高犯罪率的地方 排第3位就是 Harmersmith and Fulham 第2位居然是Kensington and Chelsea 第1位 我想不到 是西敏 是西敏子 Rest Minister 都算多人 都是黃區 這些正正就是倫敦最頂尖的高尚地區 第2第3位 住的人非負則貴 第1位更加是政府的中心地所在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 知道你的人有銀 好像我們這裏 唐人區 犯罪率很高 不是唐人自己作案 是知道你的人有銀 明白 當然犯罪率高 是否代表這個地方不適合呢 又不是因為 你有錢也可以住這些地方 但代表安全呢 當然不是 我們看一看 我們解釋一下 英國的犯罪狀況 不同城市地區 比例最多的犯罪類型 不外乎 涉及暴力 以及 盜涉 各佔是20%到30% 好像 涉及暴力 其實 包括 這個都跟 英國足球流氓有關 原來 很多地方 動手動腳的就是 整大兩杯看完球 整大兩杯動手 當然 盜涉也是的 大家要記得有件事 盜涉 我們也說過 如果你偷 幾百磅錢 他是不理 因為 太多了 太多了 盜涉也是一樣 街上 搶手機有沒有說有 我們也說過 很多B&O 他們不為意 尤其是倫敦坐巴士時被搶手機 都幾多下 家裏有沒有被爆開呢 也有 我們也有節目說過 整個sliding door都爆開了 車 有沒有被人撥破呢 更加有講了幾節 有些手法更加高明的 只要用這個小小科技 不費吹灰之力 整架車幫你開走 防盜器那裏做了手腳 所有這些事情 即使是 最 RAW 的地方 都是 都有的 小心 當然是否一定會被犯罪率嚇壞呢 見仁見智 有些人就說 西敏子有犯罪率高 是的 但為何那麼多有錢 因為在街上犯罪率高 入室行劫也有 所以你自己選擇 很多事情都是你住旺區 其實住旺區住靈區 就更加容易受到 拆仔 成為目標 對 成為目標 沒錯 那當然了 你說這個記者是否個別案件 當然不是 絕對不是 他也是看到 我猜那位下手的人士 你覺得他是 武力反抗的 這是容易 遠看他又不是很難 好像右邊的圖 你看到遠看你又不知道 他是失明人士 應該看準了 因為就算你 他只是想著深夜 三減半夜 你應該不會 為了電話追上來吧 然後看到你拿著怪獎 應該是失明人士 就覺得是容易下手的目標 沒錯 就動你 我猜而已 我猜而已 我猜的差不多 我猜的差不多 當然了 他 剛才經過的區 其實就是剛才我們說的旺區 他就是在西敏寺附近被人搶 真心地說也不奇怪 但是要小心 另外 上個月 倫敦也有一件事 就是 我們好像漏了講這件事 都是有網友分享給我 我現在又講一講 其實倫敦有位22歲的媽媽 抱著自己的小孩 江天化日之下 就遭到兩名 拿著 利器的人士 入屋 行劫 行劫 我們看看英國治安 真的是看地區 這個只可以這麼說 我們看看去年一項 最安全城市調查當中 在15個大都會區 倫敦 是排尾的 是排尾的 上個月這件更加是令人 擔心 因為看著他抱著BB仔 都沒有什麼憐憫之心的 江天化日之下 衝入了一間屋 而且兩個人 而且是下五點多鐘 那位女士22歲 住在倫敦西南部 突然間又是敲門 沒有想到 一應門的時候 就被兩名 磁力器人士強行 闖入了他家 然後要他交出錢 看起來 這兩位人士應該是飛躍人士 當然不關種族事 他又很聰明 他就是 原來全家屋都放了攝像頭 他也想到這一天 事主更加是抱著BB仔 其中一名新村 藍色外套的賊人 迫他去廚房 更加 含著他 拿利器 幸好 這個女士主 沒有任何受傷 最搞笑 也沒有任何財物損失 因為家裏真的沒有銀 真的沒有 如果你來找我 我家裏也是 沒有銀 說明 這個賊人 不可以做少少事前 他隨機 可能他知道 是 比較弱勢 當然 當然 當地民眾就說 以前 除非外出或者睡覺 否則 大門都不會上鎖 現在改變了 也有八十幾歲 一位 叫Lisa 他就說 去年一月的時候曾經被賊人踢門進入 而且還向他動手 賊人現在都未被 拘捕 而他 在作案時戴著手套 也沒有留下任何的指紋 希望倫敦市民在家裏 如果大家住在大倫敦地區 家裏最好裝個CCTV好一點 因為看到 這個賊人 他真的什麼都查不到 因為你知道西人 沒有什麼現金在身 正常來說 我是沒有的 我看看銀包有 有兩元 因為擔心有些地方要泊車 要扔銀子 所以只有兩元 你還行銀子嗎 不是行那些 QR Code 那些 達斯曼尼亞 OK 你說我們這裏當然沒有 達斯曼尼亞 當然是有行銀子 不過都少了 因為你很麻煩 對 你要湊夠數也很麻煩 所以大家住在倫敦 不單止倫敦 我知道白明漢也很一般 利物浦有些地方 都很一般 很一般 真的 小心小心再小心 希望這位阿哥 這位阿哥後來他才知道 是不應該這樣做 真的不應該這樣做 因為他都說 無論多貴也 不要還手 或者拿回 很難估計 這次 我相信 踩單車搶他電話的 是一位年輕人 而且 沒有他那麼健壯 沒有這位 失榮 BBC 記者那麼健壯 但如果他是幾個 壯漢 或者手裏有家餐 你看不到他 真的很麻煩 千萬不要 後果 真的千萬不要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